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今天谈一下 2024年的上半年的房地产运 到底会是如何呢 好 最近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人在换房子 也很多人买房子 那不管你是租屋买房都一样 都是要跟房地产有关系 好 那现在租金因为越来越贵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就是忍痛买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运势先讲一下 今年是假成年 假年破五阳太阳化季的年 太阳化季代表什么呢 有时候你会看不清楚方向 然后你在选屋子的时候 可能也会误判 所以在今年特别上 在上半年大家请要小心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2024房地产大预言 房市泡沫化 房市崩盘 全球与台湾危机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呢 是最严重的呢 好 我们在上半年呢 第一个月叫做丙颖月 第二个月叫丁宝月 第三个月叫务城月 第四个月叫几世月 农历四月 农历五月是庚五月 农历六月就是新卫月 我们先讲到农历六月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假务庚是人中三级 所以在农历三月又是太岁月 这一个月当中呢 请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 虽然有人中三级 那当然呢 你可能有很多专业的东西 要交给专业人 好 几世的话呢 是六合图 夹几合画图 所以呢 在农历的四月 是最好的一个月 农历四月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买房 要换屋 或者呢 想说做买卖 这个月的话呢 会相当不错 好 那更五月的话呢 天同化气月 可能对一般上班族 年轻人来讲 是一种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先想好 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吗 你买房了以后 你能不能付得起呢 这些贷款金额 还有呢 包括你要还的这个钱 很多人说 那你就带四十年 我想请问你 如果现在三十岁到四十年 你是不是到七十岁 还在忙忙碌碌碌 为你的房地产发愁呢 好 那农历六月的话 是新卫月 新跟甲是互为贵人 所以六月份是比较有贵人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从四月到六月呢 四六月这两个月呢 对房地产的运势会比较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好 全球的房市呢 现在呢 全球房市景气并不好 建商倒闭潮如疫情蔓延一样 好 自从呢 中国大陆的恒大倒闭以后 碧桂园也出了事 香港的房地产 这些大老板们呢 纷纷出托在香港上海的房地产 那或者北京的房地产 甚至呢其他国家的房地产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以前呢 英国的海的公园前面的这一整排呢 很多都是投资富啊 都是非常有钱人的投资 那并不是真正去住房 所以时间里面呢 有两间点亮 那个灯就不错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大家呢 在富豪里面都是拥有 非常多的房地产 包括整栋的建筑啊 整栋大楼 或者呢整排的房子店面啊 他们都是属于这类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建商倒闭以后呢 我们知道2008年的 美国的房地产呢 也是一下子的腰斩了 房地美的事件呢 大家应该心有余悸 那个时候呢 很多的公司啊 很多人呢 真的是非常是惨 那去年2023年呢 走在魁宝年呢 也是一样 大家对房地产的运势呢 大家都惊恐万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新传不动产智库啊 执行长呢 何世昌表示呢 截至目前为止呢 欧洲 英国 德国 瑞典等国 房市危机持续在扩大当中 连亚澳的国家也不例外哦 亚洲跟澳洲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跳票或破产 近年呢 因为呢 原物料飙涨呢 升息因素呢 让不少国家房地产 不断的在下跌当中 他其实在做修正啦 因为呢 有很多房地产被炒到太高了 也让建商倒闭 潮不断的蔓延 像是中国前十大建商 99家 接连跳票或宣告破产 恒大呢 在美国宣告破产以后呢 碧桂云也受到恒大的拖累 那接下来我们看 全球房市的崩盘呢 疫情前呢 全球资金量化宽松 让不少国家房市走大多头 但随着疫情结束呢 加上升息的因素呢 营建成本狂飙 酿成全球房产的崩盘 这是因素 最大的因素 英国第一年呢 就有4280家的建商破产 欸 4280家的建商宣告破产 英国基本上大家都觉得说 我刚才有提到那个海德公园前面那一台 很多人呢就是想脱手 然后呢 很多都腰斩了就卖掉了 那瑞典维约公司超过5000家 更可怕5000家也是 这两个国家加一家将近1万呢 1万家的房地产公司 澳洲有1709家 申请进入破产程序1709家 你看这1万多家的三个国家 英国瑞典跟澳洲 真的是蛮凄惨的 欸 1709家的公司申请破产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你们自己好好看一看 来 接下来 成本上涨 这波全球建商倒闭潮呢 噪音于央行升系 建筑成本上扬 大多国家平均建筑成本 涨了快三成 所以呢最近呢 我们台湾呢 都是推那种 比较偏远地区的小豪宅 反而是比较容易入手 那台湾人口的结构呢 越来越少 就说因为不分厨 还不生小孩 人越来越多 那年轻人呢 赚了钱呢 不够去买房的话 只能呢 住在家里面或去租屋 那当资金成本 营造成本大涨 但房价下缩 成本无法顺利呢 转嫁到消费端的时候呢 就意味着建商利润大幅度的招压缩 甚至赔售在卖 因为为了要卖出去 免得呢 利息压的喘不过气来 甚至要宣告破产 那与其这样的话 都是送小家店啊 送很多小装房啊 微装房之类的 所以呢他们为了要卖房子 真的是无所不用啊 最好的方式了 那么建商索性包袱 收一收跑路去了 干脆就 好吧我就倒闭吧 我不要干了 前面赚了钱 可能在这两三年当中 就赔掉太多了 那因为呢 建筑成本的高涨 以及呢 利息的升高推升 这个哦 基本上来讲话 现在降息 联总会要降息 是蛮困难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技术创新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 房地产行业 可能会受到更多 新技术的影响 如虚拟现实 人工智慧 区块链等 这些技术 可能会改变 人们的购物方式 房屋设计和建造的过程 都会有很大的修正 比如说绿建筑 就是绿色的建筑 然后呢 可能豪宅上面 就可以有停车场 就自家门口 就可以停车场 这些都是创新的创举 那另外的话呢 小资仔 小资女 小资人呢 他买房子的话呢 就会考虑到 捷运站旁边 出路方便 上班 不会迟到的地方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气候变化也影响非常之大 气候变化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 包括风险地区的房屋价值下降 对抗自然灾害的建筑技术需要增加等等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暴雨成灾 或者呢 飓风成灾 龙卷风成灾 这些都使了很多房地产 还有大地震的倒塌 这真的很可怕 很多的房子呢 就从此呢 哇 蝉死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老龄化社会 日本有很多乡村地区 房子根本都是放在那边空置的 没有人要住 卖也卖不掉 租也租不掉 接下来呢 资源压力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呢 可能会导致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 但同时也会带来对土地水资源等资源的压力 这可能是会导致呢 房价上涨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整 未来呢 现在呢 温度一直不停的在上涨 我曾经做过很多那种 就是 四季末大预言之类的 就讲到房地产的部分呢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火运到来或蔓延啊 地母金也是如此 推背图也都没有讲得太好 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的国运签里面 也没有都是好的签 下下签的也有 中下签的也有 好 接下来呢 政策的变化 政府的政策变化呢 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 如货币政策 税收政策 土地开发政策等等 这些都可能影响房地产的供求 关系和价格 台湾的土地是比较有限的 资源也是有限的 那么呢 我们在一个既定的一个土地上面 就是这么多的土地 那要把它建筑成本一定会越来越高 最主要呢 现在都庚的议题呢 不断的在发酵 当然很多房子呢 因为呢 超过40年 不都庚很多就这样烧掉了都有 震垮了都有 所以呢 不管世界各地都一样哦 我们来看一下社会趋势 社会趋势 如人口老龄化的 家庭结构变化的 居住天号变化的 都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跟结构 那接着未来会是如何呢 捷运已成购物重要的选择 因为呢 大家如果没有车开不骑车的话呢 捷运真是非常重要 这个捷运的网路系统 是不是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圈呢 当然对啊 一般来说 捷运站附近的房地产 因为其提供了更便捷的交通 完善的生活机能 高投资价值 以及良好的发展潜力 因此受到许多购物者的青睐 但相对的房价也高很多 比如说他可能走300公尺 或500公尺的地方呢 房价可能一平差好几万哦 来接下来 中北捷运站呢 周遭中国屋销售排行榜 看到没 台北市呢 是中山国小站 那中和的景安站 这些都是环状县 环状县的话 你看他的销售量都很高 都255、250 那接下来的新浦民生站 就板桥 再来就土城的海山站 有230户的交易量 虽然我们看到前五名基本上 新北呢 占了多少 全部几乎都在新北 台北只有一个地方 是比较好的销售量 那那边的房价 房子呢 基本上都不是新浦比较多 来接下来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台湾的房地产的整个结构上呢 是全面的在改变当中 那我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下 在房地产市场呢 第一个呢 政府呢 有一直在打房 打草房 一波波呢 可能就是呢 包括呢 预售物啦 或者可以转让红单啦 还有呢 房地合一税 房地合一税 那买房选透天呢 或者是滑下呢 网友 他说 都没有用 因为呢 你要买得起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很多的老仔呢 老房子呢 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买卖的意愿会比较弱一点 因为呢 面临都更 但也有很多人想说 我如果捡便宜来买 买了以后 过了三年五年十年来都更的话 其实可以获利喔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整个的环境当中呢 现在反而是新北的房价是 慢慢往上扬 台北市的房价是往下扬 因为呢 有很多老年人喔 他的房子本来比较大 现在换一个小一点的 所以呢 他可能卖了三千万呢 然后去买一个 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房 只住 剩下钱拿来当呢 养老金用 很多的顶客族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你们在买卖房地产的同时呢 还是要多多关注 整个的区域性 还有呢 台湾呢 现在呢 整个房地产的市场呢 并不是很蓬勃的在发展 很多人的钱都拿到股市去炒房了 还有诈骗集团的到处横行 这些大家都要小心 有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买房要非常注意 很多人一辈子只买一间房子 所以要不得不小心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呢 你的区域性呢 是不是跟你的结构性呢 跟你的生活机能是有相关联的 那第三个呢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小知足 你要买房的话呢 要先慢慢的累积经验以后再买 多看 很多人看了一百多间房子才下手哦 并不是看了时间就下手了 好那我想呢 你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呢 可以开始去寻觅你想买的房子 设定目标其实也容易成功的 好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们在未来的居住安全 居住正义 以及居住上的一些问题呢 是不是政府有新的变革呢 或者有新的政策呢 加汇我们民众呢 好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加汇民众 但是呢 现在全球的利率没有下降的东西 其实台湾的利率算低的哦 没有很高 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 其实租屋族也很辛苦 因为房东呢 转嫁在租屋者身上的钱也很多 所以呢租房子其实并没有便宜 你想想想看 如果你是买一千五百万的房子 那你还贷款的钱你有能力的话 两夫妻一起共同上班的话 大概赚个六万七万的话 七八万块钱或者六七万的话 其实是可以不必要用租的 你租十年以后 你的房子如果你去买的话 十年后你的房价呢 可能推升更多 好稍微呢 勒紧一下裤带呢 然后呢 投资在房地产上面其实不错的 你也可以考虑买15坪以上左右的 不要太大的房子 那这样的话呢 还可以贷款 15坪以上好像很难贷款 好当然跟你的收入有关 好这些呢 都是年轻人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开 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 感谢观看 所以我们期待 感谢观看